有关决议洗草的过程中 不公开不透明 也没有按惯例 举行全体会员国磋商 广泛听取意见 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会员国分裂 激化当事方矛盾 火上浇油 不利于冲突降级 更不利于推进和平谈判 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问题 将创造新的危险先例 进一步加剧对抗 对联合国治理体系产生更大冲击 造成严重后果 中方呼吁各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为和平创造机会 为谈判 开辟前景